一巴冲突导致加沙地带各种物资严重匮乏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 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支撑医院的运作 一定会有更多人死亡 包括出生宝宝 世卫组织发言人亚瑟雷维奇 星期三接受视讯访问时表示 医院急需要燃料维持电力才能治疗病人 否则各种手术和一切都没有办法运作 也无法把水源淡化过滤成干净水 为病人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医疗服务 他促请冲突双方 确保燃料和各种必需品供应持续充足 以免失去更多生命